何孟元和才子的劈腿事件 就在两人双双道歉后 原以为就要这样落幕 没想到何孟元在5月1号时 突然又发出一篇长文 指控豆豆的好友 圆圆和陈静轩是双面人 而且还是假闺蜜 他写下 对于所有质疑和不实指控 我想有些话我说出口比较好 事发时跟豆豆面对面谈过 并坦诚道歉 最后两个人还安慰彼此 没想到事情还是上了新闻 圆圆和静轩开始骂我 似乎你们比当事人更了解真正情况 带风向让大家觉得你们很正义 但私下又传讯息安慰我 甚至把一切责任推给豆豆 这种双面手法让我觉得很不安 接着他又爆料 其实圆圆跟静轩 私下跟豆豆并没有那么好 以前相处都会在背后笑豆豆很穷酸 为什么不喜欢名牌包 还会约豆豆去陪吃饭的饭局 私下还有不正当的感情关系 后面也开呛两人 你们说我要敢做敢当 想问问你们的私人感情跟许多行为 是否也愿意被检视 真的敢做敢当吗 把大家一起拖下水 何梦源也在先动放上 疑似跟他们之间的对话 不过圆圆看到后立刻发文反击 从来没拿过任何人包包 从来没去过饭局 并说何梦源自己站不住脚 就开始造谣法院见 接着还要何梦源公布 现实动态的人到底是谁 并说自己不可能安慰会劈腿的人 喊话你现在多一项毁谤罪 只能说你劈腿就算了 现在还变成这样好可怜 双方各说各话而网友看完后 也在何梦源的发文底下留言 你亏在先 现在还要拉人出来干嘛 你不扎犯错会惹来争议吗 对于何梦源的行为深感不解 到底真相是什么 也只有当事人最清楚了 请不结架 喜欢阳光olar视频道 别在讨论 想看